好了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这个收入确实内容多 但是实际上你真的理解它的道理 收入它不是说不好学 第一次学确确实实有一定难度 但是学习不就这样吗 我总说如果住快谁考谁过 那满大街都是住快烂大街了 对吧 所以你能来参加直播是挺好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刚才看到评论区 有同学说这个听了直播就不想听回报了 那绝对不可取的 因为你我咱都不是神仙 咱也不是这个神童 咱都是凡人 所以学习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周而复始的一遍一遍不断的去练 我记得我在你们课上我说过 对吧 我最讨厌最爱学的 学不好的就是才管 但是我也能学下来 对吧 那怎么办 那是不断的做题 不断的去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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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睁眼睛 没事就做题 那不也过了吗 所以各位同学真的 学住快要有一定的这个抗压能力 别动不动的就说一些这个给自己泄气的话 你可以发泄 这个我是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这种发泄给自己泄气了 我们还是要 甘甜有气 一股精气神提上来 这样的话 等有一天 你把住快考过之后 你可以笑对所有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考过住快的同学 姐当时考住快 so it is 轻松驾驭快 轻飘飘的过了 当然这个说话是要有底气的 那个底气是你手里已经拿到了这个证书 明白了吗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刚才有同学要鸡汤 这个鸡汤怎么样 现场烹饪的鸡汤 但是这个虽然是鸡汤 但是里儿是这个里儿 确确实实是这样 你看这个确确实实 咱们现在无论是就业 还是包括你跳槽 人家都是要看你的知智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既然你选择了住快 你知道了住快 那就你命里有这个东西 你生命当中有这个东西了 咱就把它拿下 你不像我不知道 对吧 我不知道有住快 那我何来考他一说 当我已经知道了 并且我已经报上名了 我已经准备开始学习了 那为什么不一鼓说气 咬咬牙坚持坚持 而且今年考试八月份 不像以往年度 你还想咱们今年十一之后 还可以出去玩一玩啊 对不对 管他人多人少呢 哥姐咱也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挤一挤那个人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来第五个 384页 384页 来了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那说啥叫知识产权许可 常见的包括软件啊 技术啊 影视啊 音乐啊 等版权 特许 金融权 专利权 商标权 和其他版权 这个其实最常见的 就是你看啊 有一些影视剧 你在这个平台能看到 在另外一个平台 你看不到 有一些歌曲 你在这个平台能听到 在另外一个平台 你听不到 为什么 因为有版权限制 有一些电视剧 或者电影 你想下载 它不让你下 只能在线观看 为啥 它告诉你 有版权限制 版权方 告诉你 不允许下载 所以这些都叫什么 都叫知识产权许可 那么企业向客户授予 知识产权许可 应当按照准则的要求 评估该知识产权 是否是一项 单独的履约义务呢 如果不构成 单独履约义务的 那么应当将 该知识产权和其他商品 一起作为一项 履约义务来进行处理 如果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那你需要把交易价格 分给你所识别出来的 这项单项履约义务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听一听 怎么它就不构成 一项单项履约义务了 来 你现在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那里边给你内装了一个操作 桌面的操作软件 那软件是正版的 对不对 你现在买这个电脑 如果没有这项软件 这个电脑能不能用 用不了 别跟我说老叔用道士系统 你爱用你用 你爱用你用 这种抬杠的同学 我跟你讲 你大概率你过不了 你老抬那个杠干什么 咱都是凡人 明白了吗 你就是那个凡人的人 我们是平凡的人 你是招人凡那个凡 收回来 你买了个笔本电脑 那里边有内置的桌面的操作系统 那个系统本身是人家 这个比如说Windows 人家微软授权给 比如说我们联想 是吧 授权给我们的小米 它来进行使用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这两者之间是没法分的 分不开 对吧 再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这个大型的医疗设备 这个医疗设备 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授权软件 在这里边 你才可以去使用 没有这个软件 这个大型的设备 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所以这时候你就没法分 那还有一些是可以分的 你可以把它分开 你比如说刘老师的肖像权 我现在的肖像权 我谁都没给 是吧 私人我也没有给他 只过他用我不说 真的有一天 我说私人你不能用我的肖像权了 你看现在 无论是天猫啊 还有这个京东啊 还有这个 反正你能看到的 都有我的脸 都刷我这张脸 对吧 为什么 他在用我的肖像权 这也是一种知识产权的许可 我虽然没有给他名门 让他去用 但他用了我说 OK没问题 但是如果别的机构 或别的企业 你要用我这张脸 那你就构成齐权了 因为我没有授予 知识产权的许可 你比如说有一天 有个企业找到我 说老师能不能拿你这个脸 画成卡通的形象 然后印在这个T恤上面 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好 你向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那么站在我的角度 我向你转让的是什么 是授予你知识产权许可 包括我们的网课 对吧 包括网课 包括图书 这其实都是 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不构成单向履约义务的情形 包括第一个 该知识产权构成有型商品组成部分 并且对于该商品的正常使用 不可或缺 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不说了 第二 客户只能将该知识产权许可 和相关的服务一起使用 才能从中获益 你比如说 客户授予许可 但只能通过企业提供的在线服务 才能访问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 你平时你写闭约论文的时候 要不要查一些文献 比如现在有个网站 所有的这些文献 在这个网站上都有 你买了这个文献的 在线的查阅权 他也把这个权力转让给你了 但是这个权力 你必须是在人家的网站上 去在线查阅才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不构成一个单向履约义务 这个我就不给哪个网站广告了 如果他要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 它是某一时段 还是某一时点 来 各位同学请听好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来了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 某一时段和某一时点怎么说 某一时段三种情况 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 对不对 三种情况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 那三种情况你能记得吗 能不能记录 第一个叫什么 企业在履约的同时 客户既取得并消耗企业 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力 第二个是要来的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 在建过程中的商品 第三个是什么来的 该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再加上一个合格守望权 我们说这三个条件只要满足其中之一 就是某一时段 否则是某一时点 对吧 但是在我们授予客户 知识产求许可 某一时段的划分标准 略微调整 它是比较特殊的 但无论它怎么调 底层逻辑还是在讲控制权转移 换话说我控制权是嘎巴一次性转移给你的 还是陆陆续续的再转移给你 来我举两个例子 你跟我听好了 第一个例子 我把我的肖像权转上出去 去做各种比如说T恤啊 或者是小的这个玩偶啊 我把这个肖像权转上给你了 后边我啥也不管了 我也不讲课了 是吧 我也不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也不会向你转让任何的商品 我啥都没有 反正我啥也不管了 还有种情况 说我转让给你之后了 我的肖像权会不断的变化 我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后天可能那样 对吧 你想两年前的我 可能大家不认识呢 两年前的我180斤 两年之后的今天的我145斤 那个脸是变的 对吧 我会做出变化的 我会做出有利或不利的修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正常人瘦下来 上镜好看 人家爱看 这叫有利的嘛 那有的人说老师我就喜欢你胖胖的 我估计你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以上 我妈就喜欢我胖胖的 是吧 但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胖胖的 我刚开始减肥的时候 我妈说 看你瘦那样 你不能再减肥了 都脱向了 不能摘瘦了 胖点挺好看 是吧 你看不同年代的人对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我举了两个例子 那你告诉我这两个例子有啥区别呢 一个是某一时点 一个是某一时段 明白了吗 我看到熟人了 是吧 打那么多哈 来 我们看啊 如果我们满足下列条件的 我们说这是某一时段 否则是某一时点来看 说合同要求客户 或者是客户能够合理的预期企业将从事 对该知识产权重大影响的活动 怎么去理解 什么叫重大影响活动 后边有举例 某个球队 把他球员的知识产权 这个形象 去授权给某个企业去使用 那这个球队可能后续还要提供 这个还要进行比赛 对吧 再比如说我把我的漫画产品 是吧 授予给你们 你们看动画片吗 我发现那些大人也看动画片啊 私人有同事 是吧 我为啥做的B站 就是他缺了我做的 说这个B站好 这个好 那好 我说你在B站看什么 看动画片 我说你多大了呀 还看动画片 是吧 你比如说有一些动画片 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就是花园宝宝 海绵宝宝 天线宝宝 花园宝宝看吗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看花园宝宝 我天哪太不要脸了 我自己说完之后自己都害怕 他们利宝 乌斯迪西 一股鼻股 马卡巴卡 是吧 小点点 你们看吗 如果你看你就暴露年龄了 根本就不是你在看 是不是 所以会产生重大影响活动 第二个 说该活动会对客户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你球队 我把我这个球队的这些人员的肖像啊 包括整个冠名奥都授权给你使用了 我打赢比赛了 有利影响 我输了比赛 无利影响 对吧 那么该活动不会向客户转让商品 各位 听好了 我们刚才说的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是某一时段 三个条件是某一时段 否则是某一时点 来 举例说明 举例说明 说奖思是一家设计制作连环漫画公司 奖思授权一公司在四年内 使用三部连环漫画角色形象和名称 奖思每部连环漫画都有相应的主要角色 但是奖思定期会创造新的角色 且角色形象也会随着演变 那一公司是一家大型游轮运营商 一公司可以在 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漫画中的角色 比如说演出或展览 合同要求 一公司必须使用最新的角色形象 在授权期内 奖思每年向一公司收取一千万元 来了 就这个例子 各位 你跟我分析 它是某一时段还是某一时点 如果是某一时段 那你这一千万 每年一千万 那就每年一千万收入 如果是某一时点 看好了 四年 每年一千万 四千万 嘎巴一下给我确实收 没收到的 应收账款 考过 考过 你分析 咱别说别的了 你分析 它是某一时段呢 还是某一时点呢 首先第一个 它会产生重大影响吗 是的 对不对 它会创造新的形象 是吧 创造定期创造新的形象 那这个形象会对客户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吗 当然了 对吧 好的那就有利影响 不好的就不利影响吧 对不对 原来有歌手 做了个广告 放在地铁站 结果给孩子瞎出来 要求索赔 那就不利影响吧 对不对 那就不利影响啊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会向你转让商品吗 有吗 没有 我不会向你转任何的商品 所以我们评估下来 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行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欠缺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 你们欠缺什么 就是会判断 不会说 老师那咋办 没啥咋办的 列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说我告你一个秘方 没有 没有 就靠列 所以那三个条件 咱画一画关键词 第一个叫重大影响活动 第二个叫有利或不影响 第三个是转让商品 咱把这些关键词画一画 还是得列 考试让你判断 说理由 判断给你0.5 说理由给你1.5 各位 所以还是得会判断的 来吧 我们看一下解析 说蒋公司除了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外 不存在其他旅游义物 也就是说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额外活动 并未向客户转让其他商品 第三层满足了 因为这些活动是授予知识产权许可承诺的一部分 且实质上改变了客户享有知识产权的内容 那蒋公司需要评估是某一时段还是某一时点呢 第一个 以公司可以合理的预期 蒋公司将实施对该知识产权重大的影响活动 包括创造新的角色等 第二 说这些活动直接影响会有利或不利 好就有利不好就不利 对吧 你弄那个角色吓人倒怪的 是不是 给孩子都吓哭了 谁去坐你的邮轮转 第三 尽管以公司可以通过该知识产权 从这些活动中受益 但是他并没有向一公司转让任何的商品或服务 所以我们评估下来 他应该是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我说清楚了吗 他是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那就分时段来确认收入 那说确认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说起像客户授予资许产权许可 并按照客户实际的销售或使用情况 收取特取权使用费的 按照以下两项金额输碗 确认收入 第一个是客户后续销售或使用行为实际发生 第二是企业履行了相关的履约义务 这两者输碗 就我们刚才的那个举例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漫画形象授权给你了 相当于我是履行了相关的履约义务 对不对 那我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 对吧 不能 得人家使用吗 对吧 人家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来确认收入 我说清楚了吗 还有一些比如说按照你的销售额的一定比例 你向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那这时候你得销售出来呀 我已经把这个转让给你了 我已经履行了我相关履约义务 能确认收入不能 对吧 什么时候确认 他的销售额出来的 按照一定比例去成完之后 你才能确认收入 说清楚了吧 来 再来个例题 说奖公司是一家著名的足球俱乐部 奖公司授权以公司在其设计生产服装帽子 水杯以及毛巾等产品上 使用假公司足球队的名称和图标 授权期限两年 合同约定奖公司收取合同对价 组成是两部分 第一个是200万的固定金额使用费 第二按照乙公司销售上述商品 所得销售额的5%计算的提成 那乙公司预计奖公司会继续参加当地的顶级联赛 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来我们分析一下 它是某一时段还是某一时点呢 你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会产生重大影响活动吗 是我继续参加联赛 对不对 那是有利和不利影响吗 是赢了那就有利 不赢输了那就不利影响 我向你转上商品了吗 没 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好 某一时段 那接下来我怎么去确认收入呢 授权期是两年 我一下收了个固定费用200万 然后按照你销售额的5%去计算收入 提成 那怎么去确认收入呢 授权旅我已经履行了 对吧 后续你销售额或销售量来了 按照5%计算就可以了呗 所以这200万你是分两年的 对吧 200万是分了一年一百万 这个呢 按照你销售的5%计算出来提成 来确认收入 来看一下解析过程 说该合同仅包括一项履业用 即授权使用特取权 那么蒋公司继续参加比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是该组成部分 并且没有向客户转让 很明确区分的商品和服务 由于公司能够合理预期蒋公司 将继续参加比赛 蒋公司的成绩将会对品牌的价值 产生重大影响 那而且呢 该品牌的价值可能会 既不影响乙公司销售产品的销量 那蒋公司从事上述活动 并没有向乙公司转任何的 可明确区分商品 因此我们说这是属于 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蒋公司200万的固定 在两年内平时确认收入 按照一公司销售额的一定比例5% 计算的提成 在实际销售完成时 再来确认收入 好了 这两个例子我们举完了 各位 我们考试的时候 它首先有两种题目方式来考你 你给我听好了 授予客户知识产权许可 要么它直接给你让你去判断 某一时段某一时点 锁利尔编块的分入 要么它是把分入给你编好了 是错的 是错的吗 是锁利尔 然后边调整分入 就这两种方式 就这两种方式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三个标准条件 要记住了 OK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六个了 各位 很快哦 第六个了 我们一共八个特殊交易 现在来到第六个了 叫售后回购 这售后回购啥意思呢 咱先举个例子 假把商品卖给 2019年的1月1号这天卖的 卖多少钱 卖了1000万 然后同时呢 合同还约定 在19年的12月31号 假公司把这商品回购 所以说明假公司有回购权 假公司有回购权 那这个回购价格如何确定呢 来看第一个 比如说这个回购价格 按1200回购 第二个按900万回购 我们先看这两种情况 假公司有回购权对不对 那么到了19年12月31号这天 如果他按1200回购 你告诉我 这个经济业务 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是不是我假缺钱了 哎呀老李呀 我缺钱呢 借我点钱吧 老李说借多少 1000万 你说两块去 拿点东西来抵押 或者质押 好了 把我的商品 拿你那边去质押去了 借了1000万 一年到年底 还本金1000万 还利息200万 所以各位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的回购价值 大于了元售价 对不对 它是啥 是不是融资啊 应该作为融资交易啊 那如果是融资交易的话 你告诉我 这批商品的控制权 是否转移 控制权转移了吗 没有啊 那没有转移 奖资把商品出售给公司 能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 把收到的这1000万 给我确认负贷去 什么负贷 基中负贷 哪个科目 其他应付款 对吧 其他应付款 基中负贷吗 未来需要交付现金 是吧 所以它是基中负贷 然后在整个合同期内 一年嘛 把这200万去过 确认财务费 利息嘛 那就是每个月 你可以按月来算 200出去 12月 每个月借财务费 贷贷 其他应付款 到了12月31号的时候 你原来有1000万 又增加了200万 加了一块1200万 把钱给人家 借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存款 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大家能听懂不 没啥问题了 接下来第二个 回购价格900万 其实他的经济又的实质是什么 你说老贾你把你的设备租给我呗 贾说行啊 一年租金100万 你说没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好了 这设备可是我的宝 你得给我拿点押金 你给我900万的押金 那你说没问题 所以他把一年的租金 以及设备900万的押金 合计1000万给到了贾公司 一年结束 你把设备退还给蒋思 蒋思把押金返还给一公司 所以返多少 返900万 回购价格900万 各位这是什么行为 租赁 对吧 他就是租赁哪 好这两种情况 来我再给你加个第三 这是我们这上没有的 我再给你加个第三 就看你之前学的怎么样 来如果我告诉你 我说蒋思他有回购权 这个回购权 按照当时的公允价值 假如说按公允价回购 你必须得买 你必须得买 但是公允价回购 各位 这个时候 你跟我分析一下 你别上来一棒就打死 你跟我分析一下 假把商品卖给你 这1000万 能不能确认收入 能不能确认收入 各位 你不要说能与不能 要分析控制权是否转移 控制权是否转移 啥意思 说蒋 把商品卖给你 然后 在19年的12月3日 把它按照公允价值回购 那么这个时候要落到你 我已 一定把这商品卖给你吗 如果必须得卖 必须得卖 那这个时候 控制权未必转移 我只能这么说 控制权未必转移 对吧 你必须要回购回去 虽然按公允价值回购了 但是控制权未必转移 我已公司 我能不能主导使用并收益 举个例子 这个商品 我继续使用它 可能要比我当下卖的 创造的价值更高 这个商品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是我已的吗 不是 甲这边有回购权 必须回购 所以不能说控制权 就一定转移 我给中级讲就不这么讲 因为中级挖不到这么深 给你们筑块讲 就必须得这么讲 因为你筑块考的就这么深 所以你必须得一事一议 这个我估计考试不能考 但是我为什么跟你说 就是让你知道 你别上来就告诉我 确认或不确认 必须得分析 好 这是我假公司 它拥有回购权 那么接下来说说 如果是乙公司 它拥有回授权呢 如果乙公司 它拥有回授权 那啥意思 就是到了12月31号 以它能够自主去决定 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 让你假如是买回去 对吧 这叫回授权 好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分两种情况来看 首先我们要分析 评估乙公司有没有这种回收的重大经济动因 啥意思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这破设备 到了一年之后 价值飙到3000万了 这个破设备 价值飙到3000万了 如果你回购价值是1200 或者900 是啥不重要 是啥不重要 要么是1200 要么是900 所以你的回购价值低于了当时的供应价 我还让你回购 我还要把东西卖你 我疯了呀 我卖给别人卖3000 我卖你最多卖1200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它没有重大的经济动因 让你回购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所以这破设备最后就剩500万了 估计一年之后 这破设备的价值就是 拦腰砍断就剩500万 这么押韵呢 拦腰砍断就剩500万 这时候你说 有没有重大的经济动因 让你假回购呢 必须的 对不对 好 如果有重大的经济动因 让你回购这个时候 你再去过看 你的回购价值和原售价之间的关系 如果大 那是融资 如果小 那是租赁 回过头来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我不让你回购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假公司把这东西真的卖给你一公司了 对不对 扣置全转移了 因为他未来可能会把这东西退还给你 所以各位 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这叫富有销售条款退回的销售 按照我们讲特定交易的第一条 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咱先把这事说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分以下两种情况来说 来我们先看情形一 这个企业拥有权利 或者是合同的约定 那么企业因存在于客户远期安排 而富有回购义务 或企业享有回购权利值 表明 客户在销售时点 并未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 那么企业应当把它分两种情况 要么是融资 要么是租赁 如果回购价值低于原售价的 那它就是租赁 如果回购价值不低于原售价的 那是融资 那么在收到客户款项时 做金融负债 如果你一年之内就是其他用款 如果超过一年了的话 这要考虑货币实现价值 但是考试不会让你别分路了 真的要别分路就一年以内 你放心 你放心 OK 并且将回购款项和回购价值之间的差额 在回购期内确认为利息费用 如果企业到期未行使回购权利的 应当在该回购权利到期时 将该金融负债转为收入 就你不需要回购了 因为权利在你企业这边 我不回购了 我不要了 我反悔了 那就确实收入 明白了意思了 好 再来看情形二 情形二主要说的是客户拥有回收权 那这个时候你要分析评估 其富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义务的 那么在合同开始 你要评估客户是否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啥叫重大经济动因 我刚才解释过了 不追溯 那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的 应当将回购 要么是租赁 要么是融资 那就跟原售价去比 否则的话 就是他有没有重大经济动因了 人值三千万不需要你回购了 那么应当将其作为 富有退货条款销售来进行处理 我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能不能分清啊 考试的话让你去区分 明白了吗 让你去区分 要不要确实收入 如果不是收入 它是租赁 还是融资 把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能听懂就可以了 OK 来咱举个例子啊 说蒋思向乙公司销售一谈设备 设备的价格是200万 同时双方约定 两年之后 蒋思将以120万的价格将其回购 家庭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等其他因素 不考虑了 如果考虑的话 这个你是要折现的 超过一年以上了 是要折现的 我们假设不考虑 好 现在是卖你200万 两年之后120 对吧 这个是蒋思要以120万价格把这个设备买回来 各位这是啥呀 回购价值低于原售价了 这是啥呀 租赁 设备租你一年租金 40万 两年租金80万 设备押金120万 现在给我200万 两年把设备还给我 我再返给你 押金120万 是不是这点事啊 所以根据合同约定 蒋思在两年之后要回购该设备 邮思并没有取得设备的控制权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实质上是支付了80万的租金 以及120万的押金 所以要将其作为一项租赁来进行处理 我说清楚没 各位同学 多做题 别的没有啥好招 真的 就是筑筷这东西 特别筷筑科目 就是你得多做题 多见得多方能实得广 所以叫见多实广 你连题都不敢做 你告诉我上考场 你看那个题 你认识他呀 不认识 是不是 所以见多方能实广 得多做题 明白了吗 多做题同学们 来再来另外一个题 说蒋思向乙公司销售 其生产的一台设备 价格是2000万 双方约定 乙公司在五年后 有权要求蒋思 以1500的价格回购该设备 来 先停下 乙公司有权在五年之后 要求说明乙公司 既客户他有回收权 如果是客户拥有权利 我们上来怎么办 评估 评估一下 他是否拥有重大的经济动因 来看一下 说蒋思预计啊 设备回购时的价值 将远低于1000万万 那乙公司肯定让你回购啊 对吧 这破设备不值1500了 我不让你买 我卖别人不值这个价 我卖你还能卖1500呢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我们接下来分析 这是什么义务啊 什么义务啊 租赁 是不是 你回购价值低于原售价吗 所以他应该是租赁交易 来进行注意 考试要求你判断 而且说明理由的 明白了吗 判断是租赁 说理由 那么就说到这儿吗 蒋思回购价值低于原售价 但远高于设备 在回购时的市场价值 蒋思判断营私 具有重大经济动因 行使该权利 要求蒋思回购该设备 所以应当将该设备作为 该交易要作为租赁交易 来进行处理 不要急 不要慌 租赁 我们要来了 我们讲完政府补助之后 就给你讲租赁 我们讲完收入之后 会给大家介绍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结束之后 我们就租赁 明天就会讲 明天就会讲 我今天这个数据条 去年是讲完收入就讲出赁 我感觉这个同学可能 这么学啊 有点压力太大了 所以中间 咱今天给你插一个 政府补助 插一个小小的开胃菜 然后咱们再来去 啃租赁这个大毒头 好了 抖啥 不用抖 OK了吗 OK了咱开始 第七个了 叫客户为行使权利 各位 什么叫客户为行使权利呢 哎办过卡吗 理发的 美甲的 美容的 面包的 健身的 办过卡吗 饭店的 办过卡吗 那你办卡的 各位同学你们没假吧 女同学没假吧 男同学是不是剪头发呀 剪头发一般告诉你 Tony老师都告诉你 办卡吧 但是我跟你讲啊 我的这个Tony老师 从来都不 这个让我办卡 就从来都不说 说那个先生你办卡 从来都不说 从来都不说 人说了你这东西 你要感觉我剪的好 你肯定会来找我 不是因为这个卡 绑定 他的这句话 感天动地 同时也感动了我 确实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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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发师 自从我这个两年前 用到这个理发师 理发师后 确确实实 不一样 就是人跟人之间 还是要有这种 感觉的 我去了 我不用说 我说这头我需要长一些 那他就给我剪成长一些的发 我肯定满意 我这头要短一些 那他就给我剪短一些 我就不用我说 非常非常满意 非常非常满意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你办完卡之后了 特别是你那个美甲 过两天 过两天你搬家了 你不在这个城市了 那里边还有钱呢 是吧 那个钱 如果你不动了 不用了 那钱是不是就人家的了 那个钱站在人家 那个企业的角度 叫什么 叫客户 为 行使 权利 叫客户 为 行使 权利 OK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 说企业向客户预收 销售商品款项时 应当首先将该款项做负债 从卡的钱肯定是负债呀 在履行了相关旅业的义务时 再来确收 那么当企业预收款项 无需退回时 企业客户可能会放弃 其全部或部分权利时 那么企业预期将有权 获得与客户所放弃 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 那么应当按照客户行使 合同权利模式按比例 将上述金额确认为收入 否则的话 且只有在客户要求其履行 剩余领域义务时 可能性是极低时 才能将上述的负债 相关于个转收入 我先解释后边这句话 啥意思 这卡我告诉你是无限期的 就一直都有效 但是你只要你发现 你一整理客户答案的时候 你发现五年了这人都不来 好了 我估计他不能来了 这叫什么 这叫极低 是吧 可以缺收入吗 可以 卡里有多少钱 可以转收入 明白第一次了吗 那这个考试会不会考 你说极低时去转收入 不会的 不会的 考什么 考上面 我现在让你充值 比如说你充了一万块钱 你充了一万 根据我历史的经验估计 说有95%你会消费 有5%你不会消费 那5%就是客户卫星史权利 那5%也是我的收入 但问题是我能不能一次性 嘎边加把这5% 五万块钱 五千 一万块钱的5%多少 五百 是五百 是五百 我能不能把这五百 嘎边一下 确认收入呢 注意不能 那怎么办呢 按比例 明白了吗 要按照比例 确认收入的比例 来确认收入 啥意思 来举个例子 各位 去年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鼓了个例题 今天我一想一想 这个可考概率不是很高 可考概率不是很高 所以这个例题呢 我就把它删掉了 所以我简单说一说 就刚才我说的啊 你现在除了一万 对吧 我预计啊 有五百 你肯定不会消费了 就让客户卫星史权利 有五百 你不会被消费了 那这五百 我能不能嘎边一次性 确认收入呢 注意不能啊 对吧 你比如说你这一万当中 你这次来消费了 消费多少 比如说消费了三千 我预计的是 你能消费九千五 对吧 我预计你能够消费九千五 所以这时候能算个比例啊 拿这个比例去乘以这五百 这个金额 你去给我把这五百 所对应的价值去确认收入去 这个跟那个客户 奖励积分比较类似 但他说的不是一个事 计算的模式比较类似 但他不是一个事 我说清楚了吗 明白了吗 美甲的 美容的 美发的 健身的 这个这都是什么 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履约义务 说清楚了 第三 如果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企业收取的与客户未行使权利相关权利 需要转让给其他方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能将其确认收入的 啥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收到这个钱 它不是你的 即使人不来消费 你得给我上交 上交财政 那这时候你也不能确认收入 各位 确认收入 那得是你真正的钱 你这钱 比如说 人家是不来消费了 最后根据法律的要求 不来消费这钱 你要上交当地财政 那是你的钱吗 那不是你的钱 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确认收入 说清楚了吗 好 接下来看第八 最后一个了 第八 是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用 什么意思呢 再给你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 去健身 健身房健身 健身卡一年两千 但是说 我这健身房 你可不是说 你想办就办 你给我交个路会费 五十块钱 交个路会费 五十块钱 这钱我可不给你退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说 首先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路会费 它没有任何的向你转上商品 就是平白无故就额外多收你这么多钱 它没有向你转任何的商品 没有转让 各位那这种情况是啥 其实不就是合同对价的组成部分吗 对不对 它就是合同对价组成部分 你就别跟我说 你办健身房的健身卡是两千 是两千零五十 然后你这一年 你把这两千零五十 去给我确认收入 所以它属于 先看 它属于这种 初始费用是否向客户转让了相关的商品呢 转让了吗 没有 我给你转让啥 啥也没转让 对不对 我就是说白了 我就要了这五十块钱 路会费 这是什么 作为未来转让商品的预收款 在未来转让商品时 确认收入 那还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我向你转让商品 它构成了单向旅游 我向你转让商品 但它不构成单向旅游 啥意思 来举个例子 说我这个健身房是这样的 我还单独去卖一些 比如说泳衣 或者是健身的毛巾 或者一些健身器材 简单的家用的 所以你这个路会费不白交 除了能路会之后 我还额外给你一条价值八十元的毛巾 这个大的毛巾 价值八十块钱 我向你转让商品了 转让了 是否构成单向旅游 你听我刚才怎么说 我说它还单独销售 那这种情况下 它构成单向旅游了 那我把毛巾转让给你的时候 那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对吧 好 还有这种情况是什么 说呀 这五十块钱 你路会了 我赠送给你一节私教课 这私教课我不单独的 我可不单独的 说你不来我的健身 你去买我的私教课 不可能的 一定是来我的健身之后 你才去买我的私教课 对不对 所以在合同成面上 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区分的 对吧 你一定是来我的健身 你才来买我的私教课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向你转让商品转让 但它不构成单向旅游 怎么办 那跟这一样 结应在包含该项商品 单向旅游游 旅游时 按照分摊至该单向旅游游的金额 来确认收入 行了吧 说清楚了吗 好 这三种情况 我们接着举个例子 说蒋思经营一家会员制健身俱乐部 蒋思与客户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 客户入归后 可以随时在健身俱乐部健身 健身俱乐部年会是2000元之外 蒋思还向客户收取了50元的入会费 用于补偿 俱乐部为客户进行注册登记 准备汇集资料 以及制作会员卡等初始活动 所花费的成本 蒋思收取的入会费和年费均无需退还 那你就分析我现在是让你转任商品了吗 没有 对吧 你说白了 我就是多收你这50块钱 我压根就没有转任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说蒋思承诺服务向客户提供健身 而蒋思为会员入会所进行的初始活动 并未向客户提供所承诺的服务 而只是一种内部的行政管理工作 你还记得我们识别履约义务都是说过了 如果是这种初始活动 通常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因此蒋思虽然为补偿这些活动 收取了50元的入会费 但是入会费实际上是健身服务支付对价的一部分 应当是作为预收款 作合同复战 与收取的年费一起分两年 分期确认收入 你看这个同学老师给了那个卡 现在都是垫着卡 不给卡 说老师那要是给了呢 不给 那真要是给那个值卡 不给 气不气人 我有没有气到你 如果我有气到你 你就知道你们评论问那些无知的问题 怎么气到我了 知道吧 不要想那些问题 就那个卡片三块两块的 你告诉我那东西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重要性原则它也不构成了 对不对 OK了吗 好了 各位同学恭喜恭喜 把恭喜打在公屏上吧 你们收入学完了 是吧 你们收入学完了 恭喜恭喜 学完收入了 学完可是学完 学完可不是你的 还是我的 怎么才能是你的 怎么才能是你的 去不断的自我总结和练习 其实呢 我也能够理解各位同学 确确实实 我真的 因为我也是从你们这个状态过来的 我也学筑块 我也考筑块 我也是学生 所以我非常理解 但是你和我的差别在哪 你们只说不做 而我是不说还做 真的 我说我肯定不说 我现在就是太凡尔赛了 开玩笑了 是吧 当时我知道采管难 但我跟任何人我都不说 我说他干啥呀 怎么的 我说完难他就不难了 他能变成女的呀 所以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题 这就是咱俩的差距 你们就是总说 这个太难了 你们这么说 我跟你讲 大概率是给自己不学习而找的借口和推辞 那这种借口和推迟找多了之后 你自己就相信了 就像我说吹雨 说他自己 他就是催眠 给自己催眠 他不是给我催眠 他就是给自己催眠 我可瘦了 你看我这脸都尖了 肚子都没有了 我都瘦五斤了 我的天哪 瘦五斤了 能那么容易吗 你气吹的呀 拿针一扎点 气漏了呀 瘦五斤了呀 所以他就总给自己催眠 你们也有这种毛病 时不时的给自己催眠 哎呀 这东西太难了 难怎么的 难不是你难 所有人都难 那人家能过 你为啥不能呢 你时常问问自己 我为啥不能过呢 信心很重要 决心很重要 恒心更重要 来吧 烤点五 费用 咱今天把这张结了啊 费用利润没有多少东西啊 费用和利润没有多少东西 有东西出现我磨叽了 来吧 看看费用 是指企业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来 这里强调的是日常活动 啥叫日常活动 各位 你被税务金管罚了一百万 这叫不叫日常活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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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费用吗 不是 那什么 损失 走啥 营业外支出 费用的特点 这个就不用说了 考试不考你这东西啊 出块不考这东西 期间费用 三大期间费用分别是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适当关注 适当关注 来 什么是销售费用 为了销售而发生的费用 这叫销售费用 对不对 比如说你打广告 广告费 对吧 这些期间费用它是不能直接对象挂的 我生产这支笔用的料工费 那个费指的是制造费用 比如折旧啊 水电费啊 折电的 这是可以对象挂的 而你打的广告 你是为产品打广告了 但是哪一支呢 是这支 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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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天的 昨天的 还是前天的 还是明天的呢 没法直接对象化 所以在发生时 近当期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亿货费用 我说清楚了吗 来 接下来 我问你个问题啊 听好了 别上来就答 防止你掉坑 假把商品卖给你 然后 假 负着运输 你告诉我 这假 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这个运输的能力 他找A去运 然后假把这个运输费用 给到A 来 你告诉我 这个运费 10万块钱 咋办 这运费 这10万块钱 咋办 很现实的例子 放在这 假把东批卖给你 免费负责运输 说的是免费负责运输 但是他没有运费能力 运输能力怎么办 找A公司运 这货运费花了10万 来 假现在向A支付10万 贷银行存款 借账 借账 你告诉我借账 你看 有期消费用 有期成本的 借账 白去了 受合同履约成本 还看啥情况 白去了 是为了履行这项合同 你发生的成本 他说免费负责运输 肉都烂锅里了 其实卖价就已经包括了 只不过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运输行为 要不要确认收入 那不是成本这一头的 那是收入那头的 那你看你控制权 什么时候转的 运输之前就转了 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运输之后到地儿才转的 那就不构成单向履约义务了 所以这10万应该是 合同履约成本 不是什么销售费用 不是什么销售费用 那是什么年代了 那什么年代的事了 把它进销了费用 那是老涨年间 你现在学收入了吧 合同履约成本 跟收入对应的 然后把这个合同履约成本 最后转主营 或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再来说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呢 这块是跟资金相关的 跟资金发生关系的 比如说你向银行贷款的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利息费用 再比如说你 把你这个银行成对汇票 是吧 那个支付的手续费 再比如说你向银行贴线票据 支付的那个贴线息 这些都是财务费用 来 对 现金折扣 知道啥叫现金折扣不 知不知道什么叫现金折扣 来 假把东西卖给你 标价是一千万 不管这种税的事 给你这个条件 20天内付款再给你优惠2% 对不起 10天内付款再给你优惠2% 20天内付款优惠1% 30天内付款没有优惠 信用期就是30天 就是30天 来来来来来来 你告诉我这个现金折扣我怎么处理 现在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假公司的角度 这个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你就知道商业折扣是可变对价 那真的现金折扣不是啊 对吧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可变对价 你要评估 根据历史的经验数据 估计它能优惠多少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根据历史经验估计 它会有2% 即20万的可变对价 那你确认数 你就别确认一千万了 确认980万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先进口原来确实走财富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 这个官方已经出文件了 原来官方没有出文件 有的人说 这个是应付客户对价 有的人说是可变对价 其实你想想 折扣本身就是可变对价 明白了吗 所以你搅着 你感觉 这东西很简单 期间费用很简单 俩坑给你掉里边 你知道吧 再给你挖一个呀 不挖了 再挖之后 你今天晚上爬不出来了 来 剩的这些是管理费用 所以两头的消购费用 我们能够确定 财务费用 你能够确定 剩的是管理费用 明白了吗 OK 不用费 跟着我学你费个六 不用费 不用费 这里合涮哪些内容 自己爱看就看 不看拉倒 不重要 不重要 咱出块考试 不会考你这科目合涮啥 知道吧 这里合涮哪些内容 不重要 明白了吧 因为咱出块考试 不考你科目合涮啥 这里合涮哪些内容 不重要 你看这里有仙气之后吗 你瞪大你的眼睛看 这里有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吗 有吗 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初级那本书还写呢 就有的时候我讲初级 我自己都讲是自己对不起考生 但是我一定跟考生说 初级的书就这么写 咱就这么来了 明年他再不改 明年再不改我就不这么讲了 我一定要正确的讲 明白了吗 所以记住了啊 现金折扣 根本不是进财务费用了 明白了啊 他不进财务费用了啊 来最后利润 利润呢 我们有三个利润指标 大家还记得吗 分别是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那这三个利润指标 怎么算知道不 考试真的考你很简单的 说下列交易事项 是否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呢 来 我们用个决策术 决策术 首先第一个 问你是否影响营业利润 咱分三步走啊 第一步 它是否影响损益 如果它压根都不影响损益 它啥利润它都不影响 你比如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 供应价值变动了 影响损益吗 不影响的 对吧 你再比如说 其他债权投资期末 供应价值变动了 影响吗 也不影响 走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再比如说 你给我听好了 其他债权投资 第二类 以供应价值变动 其当期随意的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经济资产 发生的信用减值 来 影响水意吗 就这事 我问你 影响营业利润吗 影不影响 影不影响 有同学不影响 是吧 不影响你都记住了什么呢 不影响你记住的是 代其他综合收益 那借范是啥呢 信用减值实施 你看第三个坑 我跟你讲 我要想挖坑 那你就掉吧 如果它影响水意了 那接下来你再看 说这个水意 是营业外收入 或营业外支出 亦或是所得税费用吗 如果是这些 好 它不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 明白了吗 如果不是这些 就不是营业外收入营业支出所得废物 好 第三步我们判断下来 说它影响了企业的营业利润 看明白了吗 所以按照这个步骤来 我们这三年不怎么考着题了 就是给你经济事项 问你是否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 不怎么考了 三年前你去翻 年年一到 每年必考 但这三年不能考了 但是风水轮流转 我跟你讲 出题的这些人 他也在不断的变化 不是今年初 明年初 后年初 一直都他初 也在不断的去推陈出新 OK了 那具体这三个利润指标 我就不多说了 来17年 你看 我说近三年不怎么考 来个17年的 说贾公司16年发生交易失项 让我们算一下营业利润是多少 来看第一个 收入 24,000 来拿记车信 咱直接算了 收入是24,000 成本是19,000 供应价值计量 取得租金收入28,000 加 供应价值变动收益1000 加 固定资产 处置损失600,000 走资产处置损失 这叫减的 因此有其他权于工具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收益力800 不用管它 这不管 确认的商与减值值值 减 这种 资产减值值值值的 这个减 算是6,200 答案是D 答案是D OK了 最后 最后是营业外收支 营业外收支这一块 它主要是强调的是什么 是非日常行为 这叫直接 记录到当期损益的 利得和损失 我们还有一种叫什么 直接进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和损失 这是要影响损益的 哪些是营业外收入 哪些是 营业外支出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可以自己看看 都是非日常行为 你比如说 非流动资产报费了 损失 这是营业外支出 如果你处置固定资产 处置无形资产 不是报费 处置 那个是什么 那是资产处置随益 那不是什么营业外收支 说清楚了吗 本年利润 这个很简单 所有的 随意的快递科目 到了期末 得把它转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到年末 得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当中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个综合收益总额 这块呢 我们其实利润表上 单独有这个项目 怎么算 拿你的净利润 去加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这个考试没考过 但是考着就白生分 一定注意 其他综合收益 一定是税后净额 因为你净利润 这边已经扣税了 这个也得扣税 要不然这两个 口径不一致 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你看有同学就是 那个小心脏啊 就很脆弱 说总吊坑都没有信心了 好 刘老师给你个心 给你个信心 来 刘老师给你个信心 拿去 没有信心的 把这个都拿去 好不好 刘老师给你个信心 一个不够 再给你一个 然后给你穿一块 是吧 烤鸡鸡 是不是 烤鸡鸡 多吃点鸡鸡 补补心 好不好 各位同学 到此截止 第17章 收入 费用和利润 全部给大家介绍 结束了 我们明天开始呢 讲政府补助 然后会开 租赁这一章 政府补助大约 一节课 差不多能讲完 一节半吧 然后开租赁了 所以希望大家 明天晚上不要缺课 然后呢 我们收入已经讲完了 各位同学 收入的题 可以做了 可以做了 来吧 各位同学 学习辛苦了 祝大家今年 必过 今天是2021年的 今天5月3号了吗 我们的假期 已经过半多了 对不对 4号5号6号就上班了 所以赶紧利用假期的时间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各位同学 明晚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时间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这边就下车 感谢您的时间 好